1962年1月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七千人大会 在会议期间 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毛泽东 特别向当时的 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询问 长厅牢骨井 现在还有没有水呀 可在此之前 叶飞并没有到过长厅 一时间竟被问住了 那么毛泽东 为什么会如此关心 一口井呢 在今天福建省长厅县 有一口井 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 上面刻着一列字 毛主席最牵挂的井 这口井历史悠久 因此被称为牢骨井 许多居住在附近的长厅百姓 足足对备 都饮用着牢骨井的井水 即使在家家都有自来水的今天 依然有很多人 每天都在井边挑水洗衣服 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 特意向叶飞询问的那口井 而毛泽东之所以对牢骨井的情况念念不忘 正是因为中央苏区时期 他与这口井和井边的长厅百姓 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 1932年10月 毛泽东因劳累过度 从江西瑞金来到长厅的福音医院休养 但在休养期间 他依然在长厅东奔西走 进行社会调查 其中牢骨井就是他经常 与当地百姓亲切交谈的场所之一 原来毛泽东居住的福音医院休养所 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卧龙山上 与位于山脚下的牢骨井近在咫尺 毛泽东每天早上都要到这口井边打水洗漱 他还常常蹲在井边洗衣服 一边洗一边与当地百姓聊天 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一天毛泽东去牢骨井洗漱 却发现井水很浑浊 而原因在于牢骨井年久失修 又很长时间没有清洗 因此井底堆积了很多淤泥 毛泽东很担心周围的百姓 会因为饮用了不干净的井水而生病 于是赶忙带领红军战士 将牢骨井中的淤泥清理干净 并且休憩了井台 毛泽东和红军战士的举动 这边的百姓也很牵挂 因此他才会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期间 向福建省委书记叶飞打听牢骨井的情况 虽然叶飞当时并不知情 但他马上打电话向长厅县政府询问 放下电话后叶飞立刻向毛泽东回报 牢骨井不但有水 而且周围的老百姓至今还在使用这口水井 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 正是在牢骨井边和常听百姓的闲聊 让毛泽东了解到很多基层情况 后来他在财西乡调查这篇著名的文章中 对基层百姓的生活做了更为精确详实的统计 财西乡位于福建省上航线 毛泽东曾经三次来到这里进行调查 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财西乡作为调查对象呢 1933年2月 毛泽东结束了在长厅福音医院的休养 回到江西瑞金 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 在这一年的年底召开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不但要负责领导准备工作 还要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起草两年来的工作报告 于是在1933年11月 毛泽东带队先后前往江西省新国县的长岗乡 和福建省上航县的财西乡进行调查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把财西乡作为调查对象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从1930年的6月和1932年的6月 他就曾经两次来到财西乡调查 深入了解了财西乡的相关情况 并且亲自指导了财西乡的苏区建设 而当时我们的财西乡呢 在政权建设 经济建设 扩大红军和文化教育等方面 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成为当时苏区著名的模范乡 为了总结和推广财西人民建设 农村革命根据里的先进经验 毛泽东同志呢 决定把他和当时苏区著名的 另外一个模范乡 长刚乡 作为他的调查对象 在今天的毛泽东财西乡调查纪念馆中 就收藏着许多财西乡 苏维埃干部们使用过的文件乡 匕首 马登和米袋等珍贵文物 他们见证的是这个模范乡曾经的光荣历史 1933年11月 毛泽东率中央通讯牌警卫班的战士 从瑞金出发 经过长厅来到财西乡 今天财西乡叫财西镇 不过在苏区时期 财西乡又叫财西区 它包括了上财西乡和下财西乡 共有八个自然村 共计1026户人家 在毛泽东后来撰写的财西乡调查一文中 毛泽东将这1026户人家 在会议选举扩大红军 参与乡苏维埃委员会的情况 以及在经济生活 日常生活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 都写得非常详实 文中甚至还把每件商品的物价 都写得清清楚楚 可见毛泽东在财西调查之深入 不过毛泽东在财西乡的时间并不长 能在有限的时间里 掌握如此众多的数据 与毛泽东重视召开调查会 密不可分 在今天毛泽东财西乡调查纪念馆旁边 就是财西乡调查救治群 其中的列宁堂 正是毛泽东在调查期间居住的地方 财西区工会 在财西调查期间 毛泽东分别召开了 由工人代表 贫农代表 耕田队长等人参加的一系列调查会 而部分调查会 就是在列宁堂里召开的 除了开调查会 毛泽东还亲自到乡间去实地走访 他和当地百姓一起劳动 一起生活 在同甘共苦的过程中 与大家谈心 有一天他在调查过程中 发现有一户村民正在砍柴 他立刻走上前去帮忙 毛泽东一边砍柴一边询问 一旦柴能卖多少钱 可以换多少米 盐 物 砍完柴后栽不栽回去 接着他又劝说道 砍柴也要有计划 今年砍这块 明年砍那块 要边砍边栽 还要尽可能节约烧柴 当他看到有村民用竹简把水引到家里时 他就建议大家要用类似的方法把水引到旱田里去 使旱田变成粮田 当他听说财西当地中草药的资源非常丰富时 他就教导当地干部要重视收采中草药 办好药材合作社 并且把中医组织起来 帮助群众解决缺医少药的困难 今天在毛泽东财西乡调查纪念馆中 就收藏着毛泽东当年开调查会时使用过的办公桌 和他走访当地干部群众时所使用过的茶具 这正是毛泽东深入群众做调查的最好见证 事实上早在毛泽东进行财西乡调查之前 他就已经意识到深入群众做调查的重要性 1930年毛泽东曾在江西巡屋进行调查 并且写成了一本名为调查工作的小册子 可在反围剿期间 这本小册子却不幸遗失 这让毛泽东非常惋惜 那么这本小册子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时隔多年遗失的小册子竟然重新出现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毛泽东财西乡调查纪念馆中 还收藏着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小木盒 木盒虽然不起眼 但他却曾经呈放过一本名为调查工作的小册子 1929年下半年 毛泽东在闽西写成了调查工作的出稿 1930年5月 他在江西巡屋调查期间将其定稿 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 这本小册子不幸遗失 毛泽东对此深感往昔 1957年2月 曾在苏区时期担任福建省上航县 关山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赖茂基 捐出了一批自己珍藏了二十多年的革命文物 其中一本小册子正是调查工作的十印本 后来这本小册子被呈送到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见状十分高兴 连声说 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这篇调查报告呢 后来被收入到毛泽东选集 名字就叫做反对本本主义 展示了毛泽东思想三个基本活的灵魂 就是实事求是 寻众路线 还有独立自主 从此 这篇体现毛泽东调查思想的文章 便成为家喻互相的民众